曾智隆是福建泉州人 福建这个鸟地方就山最多 号称八山一水一芬田 80%的面积都是山 这种穷山恶水刁民多靠海的地方 想赚钱养家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当海盗 二是做生意 而出生贫困之家的曾智隆也不意外 很早就离家出走 到海上讨生活 曾智隆为什么离开家乡有各种说法 有人说他玩了老爸的小妾 给了自己的爸爸安了顶绿帽 有人说是因为喜欢打架闹事 或其他违法行为 被老爸给赶走 总之在18岁那一年 曾智隆跑去了澳门 投靠了舅舅 他的舅舅是一名海商 昨天门跑广州、澳门与日本的三角贸易 曾智隆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 很快的学会了各种贸易知识 还精通葡萄牙文与日文 这还不够 为了可以当上通事 替葡萄牙人当三七仔 他皈依的天主教 还取了一个洋名字 尼古拉斯、雅士培 1621年 曾智隆跟着舅舅 洋艺运沙货船来到了日本贫户 贫户是一个繁荣的贸易港 葡萄牙、荷兰与英国 都在此设有商管 也吸引了许多福建人前来定居 在这里曾智隆遇到了他的泉州同乡 大海商李旦 李旦也是泉州人 早年在旅宋打拼 以经营国际贸易起家 不久成为马尼拉华人圈的扛霸子 但西班牙人都是在马尼拉屠杀华人 李旦的财产因此被没收 甚至有传言他变成奴隶 后来李旦逃往了日本贫户 得到了德川幕府与日本倭寇集团的支持 再度满血复活 旗下超过50只的宗室帆船 往来于东南亚与台湾之间 除了作正规贸易 另外也做了抢劫勾档 包含抢劫大名的商船 被明朝政府称为倭寇 曾智隆会得到李旦的赏事和信任 与他的商业头脑出色的语言能力有关 但当时的八卦杂料记载 曾智隆是花美男 与李旦也有特殊性关系 总之曾智隆被收为洋子 并被安排去越南、菲律宾、柬埔塞等地进行贸易 因为李旦吃过西班牙人的亏 因此非常讨厌西班牙人 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仁真与西班牙打了独立战争的荷兰 这些东亚海域也处处与西班牙人作对 加上荷兰人希望能与中国进行贸易 并控制与日本的贸易航线 所以业余一些中国海盗合作 一方面可以打击西班牙人 一方面可以施压明朝政府 因此李旦与荷兰人一拍即合 由于政治中的葡萄文非常流利 因此被李旦派遇到荷兰人的通事、口衣哥 在荷兰人抵达台湾之前 台湾是无政府状态 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由于当时美宁以吹纳的瓷器 在国际相当受欢迎 不但可以卖回欧洲发财 甚至准卖给旁边的日本都可以 不过因为明朝政府的海经政策 这有理说中国瓷器是无法出口的 以后拿到中国瓷器 必须跟大明哥炒共 叫他一声大哥哥才行 不过在1625年 荷兰人来台湾没有多久 李旦就挂了 李旦庞大的海商帝国 该由谁继承呢? 根据传说故事 郑志冗连续值了30个行筷 在1.11的几率下 郑志冗成为了新的老大 继承了李旦的势力 但这个故事又过于传奇 事实上 郑志冗经过惨厉的斗争 才击败李旦的儿子李国柱 成为新一代的海贼王 与荷兰人继续合作 而郑志冗本身也是一名受人爱戴的领袖 是一位劫富济贫的海上罗宾汉 他不允许手下骚扰老百姓 还会发钱给平民 这种中一切的形象 很受南方沿海省份居民的欢迎 吸引到了上千名乡民 或走投无路的八加九下海为寇 郑志冗身旁还有黑人组成的保镖 看起来威风凛凛 由于早年在澳门的经历 又与荷兰人关系密切 郑志冗相当的欧化 我们都知道欧洲人崛起就靠着两样东西 船间、河立炮 这是欧洲人城堡海上的基础 因此郑志冗导入西洋的航海与军事科技 也有买了不少欧洲重炮 让郑志冗的船进来最装备上 已与世界潮流接轨 强大了火力让明朝水师一点办法都没有 翻出明朝北京兵部的档案 里面说郑志冗狡猾异常、善于海战 船之武器都来自洋人 船舰高大坚固、中央炮犀利 只需要一枚炮弹 就足以让数十里外的船只反身碎骨 明朝的船舰根本不是对手 可以说郑志冗是中国史上 最早失忆常计以治疑的执行者 一流了七年 郑志冗麾下有七百艘帆船 苏外民随手 包含中国人、日本人、云邪、欧洲人 建立一支庞大的海上武装集团 明朝的官兵打不赢郑志冗 于是向台湾的河南人求救 说如果一起消灭了郑志冗 你就可以与中国政党的贸易 若不愿意 将会处使河南在中国的买办许心树 你连四项贸易都没办法 许心树是郑志冗的前同事 也是礼担的部下 礼担死后 许心树多争失败 改而加入明军 在官府的支持下 垄断了台湾海峡的蚕丝贸易 河南人为了反垄断 提高蚕丝的收购价码 希望能吸引到别的走私业者 但最后发现 所有走私业者的货源 还是来自许心树 只好继续与他合作 一个月后 河南长官牵制到福建做简报 说不管是道德劝说 还是武力驱逐 都会让郑志冗和他的党羽 消失在福建沿岸 以换取自由的贸易权 不管是不是真的 河南人的行动太慢了 还在准备时 郑志冗就先下手围墙 出动有90艘战船 在南澳附近击溃中国水师 并袭击下门 破坏船只数百 焚毁大量的房屋 再斩杀被鼓仔许心树 此战之后 福建官方已无力控制沿岸局势 直到打不赢就买下他 被迫召服郑志冗 封郑志冗为游杰将军 任务是扫荡的沿海倭寇 奉执讨贼 郑志冗也乐于成为王下七五海 因为他可以借此扫荡所有的竞争对手 而且从黑道漂白白道 更可以利用官方的身份进行补给 郑志冗也因为邦明朝打了一场胜仗 凭借了战功 掌握更大的权力 1637年 郑志冗彻底击败一生之地流香 与其他的抢敌后 建立了真正的霸主地位 旗下商船可自由无外的航行与马六甲道日本之间 整个东亚与东南亚的私人海商 都要花钱购买郑志冗的令旗 若没有令旗 在东亚海面被拦截的几率是50% 在福建沿海则是100% 无法安全的航行 据推测 郑志冗的收入可能是几千万两 而以万一六年为例子 所以收总额约1800万两 也就是说 郑志冗的一千公司收入 离过整个南明的GDP 是真正的富可敌国 这时明朝正因为农民军起义 与国外满人的入侵 搞得交流让额 但中国的东南沿海 却因为有郑志冗的武装商船维持秩序 海上商旅显得十分安全 繁荣若经济与烽火连天的北方 形成强烈的对比 1644年 船王黎智城攻入北京 明朝面亡 但明朝中世与一些官员 相继在中国南方建立南明小朝廷 以继续抗清 1645年 郑志冗被南明逃亡 策封为南安侯 负责南明的所有军事事务 等于是国防部长 一时全景朝野 是南明的中流砥柱 但随着清军的步步进逼 郑志冗也开始担心起来 郑志冗是海盗商人出身 国家民主观念担保 以追求自身安全与财富为最大目标 凡事都可以交易 夹长与朝廷内的文官不合 种种原因之下 1616年 不顾而止郑志冗有反对 46岁的郑志冗投降了满清 并当了带路党 下令撤掉这张前线的防守 让清军顺利进入福建 但清政府发现 郑志冗的部署与追随者没有跟着投降 反而郑志冗收编了部分的旧部 并在沿海遭兵埋马 打起了反清负名的大旗 郑志冗数次奉命遭降了郑志冗 但始终无功而返 一历楼一年 郑志冗打败荷兰人工举台湾 开始了台湾的民政时期 不久之后 清廷将郑志冗与他在北京的家人全部处死 结束了他喘息的一生 郑志冗的一生是复杂的 他有狭义的一面 也有桑道的一面 有反抗的一面 也有忠君的一面 他曾是大名的英雄 也是大清的代入党 他曾是舞台上有主角 在海上呼风唤雨 让各方人马俯首称臣 但最后却是拿着小丑剧本落幕 或许是他想也想不到的吧